与死身博弈 与时间赛跑 他们承担着怎样的神圣使命 高原禁区 矿经绝境 最危险的水下现场 总有冲锋在前的特殊身影 挑战极限 排除万难 他们练就了怎样的过硬本领 敬请收看国家记忆 山东青岛 中国人民解放军北部战区 海军某防救支队机动救捞中队 开始了新一天的日常训练 机动救捞中队 是伴随人民海军成立 转型而成长发展的 全军第一支水下强险救生部队 情况在所难免 如何确保最短时间内做出有效的应急处理 这对于潜水员以及被施救的人员来说 意味着生命保障 上世纪70年代 他们接到一项特别重要任务 这次任务后来震惊了世界 时间回到1972年2月21日上午11点30分 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飞机降落在北京机场 尼克松走下闲梯 向前来迎接的周恩来总理主动伸手 中美两国领导人跨越大洋的握手 宣告两国之间二十多年的隔绝状态结束 标志着中美关系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在为期七天的访问期间 尼克松会见了毛泽东主席 并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会谈 就在这次行程中 尼克松向中方提供了一份重要情报 其中的内容是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一艘特别的沉船阿波丸号 美方提供的这份情报 列明了他在中国海域的具体沉默方位 和装载的货物清单 美国政府希望和中国合作 展开打捞 阿波丸是日本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建造的一艘 按照军事性能及要求打造的所谓商船 建成后的阿波丸全长一百五十四点九米 总吨位一万一千二百四十九吨 最高时速二十节 1944年为了援助在东南亚日战区 大量处在生死边缘的盟军战俘以及平民 美国通过瑞士沟通 要求日本派船向被扣押的战俘 运送救济物资 一番交涉后 两国最终决定将阿波丸改造成运输船 美国同意在规定航线上保证该船的安全 但要求该船船身为白色 烟囱为绿色并漆上白十字标志 夜间航行时要点燃全部航行灯 日本则要求美国不得对该船进行攻击 不得临时检查和加以任何方式的干涉 1945年初 日本的侵略战争失败已成定局 日本通过阿波丸将滞留在东南亚的2009名日本军人 及家眷运送回国 但是日本政府违反与美国的约定 将大量财物和军用物资装上阿波丸 4月1日 阿波丸在途经中国福建省牛山岛海域市 由于并未按规定燃量船灯和特别照明 被美国皇后余号潜艇误认为是战舰击沉 这消息震惊了世界 美国圣地歌论坛报曾有过这样的报道 阿波丸上装载有40吨黄金 12吨白金 15万克拉的钻石 总价值50亿美金 这无疑是沉入海底的一笔巨大的财富 因此这艘沉船一直吸引着世界上很多打捞者的目光 除了这些惊人的财富外 还有一个更大胆的推断 中国失踪多年的北京人头盖骨化石 也装载在这艘船上 美国人提出希望和中国一起打捞阿波丸的想法后 日本 德国等多个国家也闻声而动 纷纷提出了要和中国联合打捞阿波丸沉船的方案 对于美国和其他国家的所有方案 中国政府表示均不能同意 根据国际海洋法规定 阿波丸沉默在中国领海内 沉船属中国主权所有 任何国家和个人未经中国政府批准 都不得进入中国领海内打捞 只有中国政府才有权对阿波丸进行打捞 1977年1月13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 由交通部和海军联合打捞阿波丸号沉船 4月5日 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向海军交通部 福州军区下达了编号为 国发197736号文件 打捞阿波丸沉船的方案 称之为7713工程 为了确保成功 海军从北海 东海 南海舰队中抽调精锐 很快120名潜水员 20名潜水军医 10名工程技术人员 抵达平潭岛作业船队 准备轮流作业 第一批前往福建省牛山岛海域的队伍 就是刚刚组建没多久的海军机动救捞中队 面对沉船区域超出空气潜水极限的水深 和台湾海峡风云诡异的气象和变幻莫测的海况 这项艰巨的任务又该如何展开 汤东征是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 机动救捞中队的中队长 回忆起当年的往事 他记忆犹新 组织了国家顶级抢水员 海军六个方岛 地方三个救捞区 把顶级抢水员组织起来 来参加这个大老阿波 福建省平潭县牛山岛海域 是大陆和台湾之间距离最近的一片海域 1977年 这片海域气氛不同往常 海军部署东海舰队所属舰艇部队 负责海上作业区的巡逻警戒 并组织海军舰艇部队 对沉船海域进行反复的扫海和探测 为了确保现场安全 一个岸基导弹营也进驻了平潭 空军尖击击部队在机场随时警戒 1977年5月1日凌晨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和中国海难救助打捞公司 携带着深水打捞装备 使向福建省平潭牛山岛海域 当时台海两岸还处在对峙状态 大陆突然派出大批军事力量进驻这片海域 使台湾国民党当局十分紧张 不时派出飞机侦查情况 我们去的时候 那关键是这个地情是不断 台湾那个飞机就贴着我们这个船上去 这么飞过去 我们已经内眼都看得很清楚了 牛山岛海域 中年狂风肆虐 波涛汹涌 每年7到9月份 更是台风登陆最多的季节 在这样的条件下展开打捞 是一项巨大的挑战 阿波湾沉没的海域 浪大风急 天气情况复杂多变 阿波湾沉船浅的部分 距离水面45米 最深处距水面69米 整个船体陷入海底泥沙15米深 按照潜水规定 潜水员空气潜水最深 只能达到60米 69米深的深水作业超出了极限 面对气候复杂的深水作业 救捞中队做了充足的准备 我们领区之前就开始加压训练了 就有这种准备了 但是我们到那领区 也不是忙好下水 我们也是在现场 先加压训练以后才下的水 陆地加6个压力以上 潜水员每下沉10米 就要承受陆地上两倍的压力 当潜到比较深的水下时 压力会将肺部中的氮气 压入血液和身体组织 在60米深的地方作业 潜水员的声音会变得间隙 融入人体血液中的氮气浓度加大 人会像喝醉了酒一样 潜水医学上称这种现象为淡麻醉 在这种状态下极易发生危险 打捞工作开始后 首先要确定沉船的具体位置和身份 这就需要潜水员下海探摩 当时距离阿波湾号沉没 已经过去了32年之久 沉船深陷在淤泥里 还被渔网缠住 漆黑的海底 不可预测的沉船区域 充满着未知的凶险 中队长汤东征申请第一个下水 随着汤东征潜入海中 人们的心一下子就揪了起来 40米 50米 60米 强大的压力 使汤东征的呼吸越来越急促 下到海底以后 根本就不是个船 一下到顶上 看着是个啥 去了海头就是海里的 你一点着不船 倾斜的沉船 几乎已经被水草 珊瑚 鱼网 完全遮蔽 阿波湾号就像一座大山 盘踞在海中 为了以防万一 汤东征抽出潜水道 开始从船底探墨 从右至左 逐渐判明沉船的位置走向 和船的倾斜角度 收集到部分物资情况 紧接着第二批下水的潜水员打捞上了两个人的名牌 在此前美方提供的阿波湾号死亡者名单上就有这两个人的名字 随后又从沉船上捞到一块西钉 这与美国提供的日本阿波湾号装载货物的情报 基本吻合 打捞队确证 这艘水下的大船就是阿波湾号 打捞工作正式开始 救捞队队员在汤东征的带领下展开水下作业 由于当时潜水装备条件简陋 汤东征和潜水员们穿戴的是最笨重的潜水设备 全套设备中潜水服重5.6公斤 还要套上3公斤的领盘 配上30公斤的压迁 脚上穿上36公斤重的大通鞋 头戴17公斤重的通质头盔 加上50多公斤重的潜水皮管 这套重型潜水装置总重达130多公斤 穿着这样笨重的设备在海流中爬行 承受着海水的压力 还要进入沉船探摩捞货 这需要潜水员超强的体能和心理承受力 这一次下潜 汤东征按照计划穿戴着潜水设备 进入沉船探摩捞货 很快他在水下发现了一个舱门 为了判别舱内物资情况 加快打捞进城 汤东征通过舱门向舱内下潜 结果意外发生了 在舱上的联络员听到 汤东征的对讲机中 传来一阵阵奇怪的响声 不免担心起来 不断询问他水下的情况 汤东征迅速冷静下来 用手扒住舱门边缘 不断排出潜水服内的气体 减小体积 可随着气体的排出 设备内开始不断进水 最终汤东征脱离险境 成功返回水面 对潜水员来说 下海探摩室 水下世界危机四伏 阿波王号船身上覆盖着大量水草和渔网 特别是挂在海底沉船 桅杆上的渔网 在水下飘荡 潜水员稍不留神 就会被它缠住 不得脱身 漫长的八个小时等待过后 终于等到潮水退去 救捞队立刻对马志发展开救援 在队员的帮助下 马志发终于安全返回水面 接下来为了排除险情 确保后续工作安全 打捞指挥部决定 实施水下爆破 炸断桅杆 清除渔网 这像陆地上看似普通的工作 在水下却异常艰巨 首先是潜水员 要携带大量的炸药潜入海底 将炸药绑在桅杆上 在超过60米水深的巨大的水压下 携带的雷管和炸药 会不会因为压力过大而提前引爆 咱们就为了炸这个炸药 成立一个小组 银行酒 这个雷管下期能不能爆炸 那个雷管放着海底 能够五六个 放着海底 带上它24小时 证明是这个压力受 没有人提点 操作开始后 40多斤的烈性炸药插入雷管 紧紧地绑在汤东征的身上 伴随它下潜 40米 50米 60米 随着深度的增加 汤东征开始感觉到 耳膜产生一阵阵刺痛 嘴唇也开始发麻 但麻醉像魔鬼般向它袭来 你只要是想到30米以下 立刻就有个变化 声音就编辑着这个声音上 就说话和小孩上 炸炸炸的那种声音 你到了60米水下就更有感觉 抵达预定位置 汤东征费力地将炸药安放妥当 开始上浮出水 撤离爆破海区 起爆 指挥员一声令下 远方的海面 骤然爆发出过意的蓝光 巨大的围杆应声而断 随后沉船的围杆被打捞了上来 上面鱼网缠绕 已经看不出围杆本来的样子 围杆顺利炸除之后 扫掉了水下作业的一大障碍 打捞队员们士气高涨 几个打捞小组争先孔后 展开打捞竞赛 很快 潜水员从水下 打捞上来大量的吸钉和橡胶 这两种材料 广泛使用在各种工业生产之中 在阿波丸号沉没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它们更是极为重要的 军用战略物资 除此之外 潜水员们还打捞起大量死难者遗物 其中包括带有东南亚风格的木雕 日本军官的指挥刀等 1979年 打捞上来的物资拍卖了5000万美元 这笔钱用来添置了打捞设备 海上万吨浮调大利好 有了大利好浮调船 阿波丸的打捞进程大大加快了 这时的救捞中队除了水下任务外 还承担着搬运物资的任务 搬向礁台西定 水上水下随处可见 它们忙碌的身影 相比于水下漆黑冰冷的环境 甲板上的作业对于救劳队来说是全新的挑战 当时船上的基础设施还很简陋 由于长时间在海上生活 船上的淡水资源弥足珍贵 一天辛苦工作结束后 想冲个澡 洗去身上的盐碱都是奢望 1980年一只船中被打捞出水 上面清晰地刻着三个字 阿波丸 并刻有建造年代和所属公司 昭和17年日本游船诸室会社 这再一次证明了 在水下沉睡32年之久的沉船 正是阿波丸号 为了进一步加快打捞速度 指挥部决定在水下实施切割 将阿波丸号的船头打捞出水 汤东征携带着电氧切割枪 再次率领小分队下潜 在漆黑的海底 电氧切割枪发出的湖光是唯一的光亮 唯有凭借这点电光萤火 才能看出切割的位置 然而现场难度超出想象 一枪下去烧穿钢板 枪口喷出的氧气流 立即把淤泥冲得飞扬起来 直扑潜水面罩 眼前顿时又是一片混沌 淤泥飞扬让潜水员无法准确判断切割位置 只能用手摸索 淤泥稍着地滚烫 手摸上去稍不注意 甚至会引起烫伤 小分队夜以继日地苦干了两个月 终于啃下了这块硬骨头 1980年7月4日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 沉没海底35年的阿波丸号船头 破水而出 阿波丸号打捞时间之长 规模之大 在世界打捞史上 都是非常罕见的 从1977年到1980年 历经三年多的打捞 阿波丸号上大量的物资 成功出水 但是传说中的40吨黄金 12吨白金 以及大批的工业钻石 北京人投盖古化石 却没有任何影踪 直到如今 阿波丸号的宝藏之谜 依然沉睡海底 给后人留下了猜测和想象空间 然而打捞阿波丸 为中国培养了一支 过硬的海上救捞队伍 布场 彻场 潜水作业 爆破与切割 医疗保障 重力起调等方面 都经受了实际锻炼 为中国打捞事业和海军防救部队 积累了宝贵财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